作为国内最大的政党 巫统这次的代表大会 不只受到本地媒体关注 就连外国媒体也争相报道 超过30家媒体的工作人员 聚集在一起工作 场面相当壮观 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走一趟 这届巫统大会的媒体中心 巫统大会声势浩大 出千名党员难得聚首 媒体自然不会错过这难得的场面 超过30家媒体的记者和工作人员 为了报道这次天的大会情况 日夜守在媒体中心内工作 和时间赛跑 将第一手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摄影器材昂贵 每位记者也都配备一台电脑 方便作业 而各家电视台更在媒体中心内 设立像这样的迷你摄影棚 务求要在现场呈现出 最专业的新闻报道 每个工作人员必须佩戴 像这样的一张工作证 那上面除了印有记者的照片 和个人资料之外 还印了一个特质的条码 那这个条码必须经过 扫描和验证之后 才可以进入大会的现场 除了保安滴水不漏之外 当局也要求各家媒体 以3000令吉的抵押金 来租用耳机聆听大会内容 并明令禁止在室内吸烟 避免媒体中心过于脏乱和吵杂 然后第一第二天确实有落实到 可是从昨天开始 因为巫统大会只有一个channel 然后第一天原本是有 巫亲妇女主跟你青年团 他没有办法同步进行 你就需要用那张 headset 可是现在这个就开speaker 然后其实多多少少会感染到 一些正在写稿的记者 其实这已经不是大会 第一次设立像这样设备完善的 媒体中心 只不过大多数的媒体都希望 当局明年在规划媒体作业流程时 能够咨询媒体工作者的意见 在不影响新闻工作的前提下 提供给媒体最棒的工作环境 RTM巫统大会采访小综综合报道